新加坡的坛产法司 这个法司我以前也跟主委介绍过几次 也是个很奇特的人 相貌也平常 人很老实 虽然出了家了 他自己的工作呢 是在城隍庙 卖乡竹之情 新加坡的城隍庙 他在那里摆个摊子 卖乡竹之情 人家的城隍庙烧香 两三块钱了 那个收乳 很有限 他老人家生活 非常刻苦 把这些钱 存在银行里 这存了不少年了 所以也有相当可观的数字 我跟他认识 是在美国旧金山 他是福建人 旧金山有个大局联社 这个成立很早了 自己没有场所 都是临时租借场所 来办活动 请我奖金 不少次 但是时间都不长 三天到五天 以后 他们自己 买了一个 会所 是美金七十万买下来的 那么我听说 因为大局联社的一些人 全都是福建福州人 他给他们通乡 谈谈法司 虽然了四十万美金 对于这个道场的活动 不问不问 他心情静 他捐出来之后 只说一句话 过人因果 过人负责 就说这么一句话 瞄绝了 听说 他在福州 也建了一个寺庙 建的很大 我在新加坡的时候 曾经见过他 去访问他 他大概捐了 一百多万美金 至于这个寺庙 想他怎么样经营呢 他问都不问 绝不放在心上 也是交代一句话 过人因果 过人负责 这法司 很了不起啊 你们这个道场 做得很如法 祝福我 互念 龙天善神 保佑啊 你们有福啊 你要做得不如法 拿着这个道场 去做一些违背佛陀教诲的事情 你们自己有罪 自己将来会堕三土 所以过人因果 过人负责 与我不相干了 真的 这是佛在经上 讲得很清楚的 谢谢大家 ушки伙弹 请不吝点赞 孱子 惟给你 切成 鸡子 你 你 感谢观看